现在我们就假设有很多朋友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们无论是受伤 我们那个手臂与肩头之间那个旋转的窝 令到我们譬如举重觉得多或者姿势错 或者跌落地曾经撑过 令到我们手转这个位置无力 甚至包括50肩 身边很多朋友有50肩 刚才有人问过50肩 没错了就是用这个方法的 我们看着怎么做 很简单 我们准备的时候两条贴布 这条贴布怎么做呢 我说这么男的男士当然要用粉红色 那我们怎么去量度呢 量度的时候怎么度 第一条就是由我们肩头顶部量度 去到我们手臂的中间最大的肌肉的位置 给肌肉看看 哇 出光了 如果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在后面 肩头中间一路量度 去到这个中间的位置 OK 肌肉开始出来了 这些 好了我们开始了 好吗 这个撕贴方式 其实是可以自己做的 如果大家上网看 我们的模特是自己做的 不过人家帮你做 永远都是做得比较英俊 我们今天就由我帮手 撕贴在肩头那里 首先呢 我们一样清洁了当局部的位置 用了消毒酒精 擦干净了之后呢 接着我们将铁布的底子 由顶部拿走 然后在neutral position 即是说不移动的情况之下 下了我们的脏先 好了 这个撕贴方法呢 等于很多其他一样 我们需要那个身体 是辅助去撕贴的 那第一个辅助呢 首先将Danny的手呢 我们看一看镜头 看一看 就是拉直的手 手心向上 这个令到这条肌肉呢 是显现了出来 大家容易跟着他来做的 所以在这里呢 将手向外之后呢 我用中度的拉力 绕住了他的手 臂最厚肥厚有力的位置 特别避开了的架垃的位置 不要黏掉架垃底 好了 然后加热 这个是第一条 好的 谢谢 好了 第二条了 那我们呢 就用一模一样 在我们的底衬指 拿走到顶部 在完全的手 放松的情况之下 下了个脏先 好了 第二个我们请Danny 放下手在对面 左边的肩膀 然后这里呢 平肩 将我们整条肌肉 看到整条肌肉出来吗 那我们就沿着这条肌肉 又是用中度的拉力 拉过去 去到的顶 去到的底部 一定记住不要拉 然后加热 我都说你配粉红色的 你看多漂亮 好了 做完了 大家看看 刚刚在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側一点 给镜头看看 这个位置完全是一个圆圈 用这两条布 来拉住 好了 我现在请Danny 都可以跑步 这样手向前 你会记得 当你向前的时候 这里是不是拉住 你这样拉住 OK 当你手向后的时候 我们给镜头看看 后面 当你向后的时候 大家见不见 你摘皱了 如果见不到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里是皱了 所以这个动作 当我们用这个施力方式的时候 手不断地动 我们很自然地动的时候 就会是放松拉紧 放松拉紧 放松拉紧 好像一样 有个按摩师 帮你在这个位置 跟你在做按摩一样 效果是非常明显 即使50肩的朋友 都可以得到舒缓 OK 在这里我想特别 既然Wuji在这里 Danny在这里 我想加多一条 给什么的朋友 就是50肩真的很痛 连举手平肩都会痛的朋友 我们听过 很多50肩的朋友 是举不起手的 有些是向不了前 有些是向不了后 有些是向不了側的 那这些朋友 我介绍一个方法 就是这两条以外 再加多一条 是真的很容易做的 明白 我们跟着做就可以了 那我计算的时候 怎样计算呢 它随着手 我就是由它的正 它的顶 计算到大约 它的肌肉的底 就已经足够它的长度了 那怎么样 很简单 放松它的手 完全不动的情况下 先放在顶上 OK 好了 然后 虽然它难伸 你都尽量叫它可以平肩 有些人真的平不了 你就尽量去到它的 maximum 那个位置 好了 它放了手指 手在这里 我拿走底衬指 记住 完全没有拉 完全没有拉 就这样贴下去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拉回来 是不是觉得拉力很强 是 记不记得我刚才计算 是由这里计算到这里 但是因为它的手伸长了 现在我黏了 它就已经来到这里 过了粉红色那里 所以这个拉力 对于伸手平坚有问题的朋友 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现在Danny真的手痛的话 你会见到 它的活动范围 是已经即时可以改变的 这个就是活力基建帖的力量 是完全没有弱性 只是根据物理性 根据合理的撕掉方法 然后就可以做到一个 加固 震痛 舒缓 或者支援的效果 是一个 我自己个人觉得 非常好的产品 多谢Danny 谢谢 谢谢